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点了 还不回来 回来了 小刘 快进来 嫂子 锅子在家吗 买件油去了 所长让我捎个信 三年前你们家锅子 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出来了 他不是判了五年吗 对 他点名要件锅子 他咋出来的 喂 他咋出来的 月玉 嫂子 嫂子 我还有事 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月玉 月玉 你说这 你妈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我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我问你 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 你去哪儿了 哎呀 别提了 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 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 出院 他小孙女陪着他 那哪行啊 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 一进屋 张大爷非要给我下盘骑 我们本来就是骑友 他说在医院憋坏了 那就下吧 我第一盘把他赢了 更不让走了 说你要再赢我一盘 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 还说酱油 我想起买酱油了 我赶快出来 到了六楼 碰见六楼王奶奶 陪着他家小狗下楼接手 你等会儿 小狗接手你也管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 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接手 那王奶奶吹啊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 我在那帮着吹 我吹了半个小时啊 我上了三回厕所 小狗一滴都没有 王奶奶说他 你怎么这么定 你怎么这么酱 这王奶奶怎么了 没牙呀 你太酱了 他一说酱 我想起买酱油了 赶快去超市 酱油呢 你等会儿 买了酱油往回走 正走着呢 搜从我旁边跑过去 一个人 哎呦这个快呀 谁呀 旁边有人喊 抓小偷 甭问 这小子是小偷 你追呀 我能追上他 我拿着酱油瓶子 我集中生智 搜 瓢 砸着了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 给砸倒了 你还能干点啥 起作用了 小偷一愣神 旁边的人上去安住 送排出所了 撤着了 鼓掌 老公太厉害了 多点钱我再去一趟 你去哪儿啊 哪儿也别去了 锁门 锁好了 坐下 什么事 我跟你说 咱家摊上大事了 什么事 三年前你指的那个罪犯 出来了 哪个 哎呀 哦 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越狱了 越狱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找我干嘛呀 你说找你干嘛 三年前你指认的他 他说找你干嘛 报仇啊 来 让他来 跟他拼 拼个你死我活 我告诉你 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 你信不信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 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给砸了 连电视上都说 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批 只能智取 啊 智取 那你说怎么智取 我的话你听吗 听 这样 你一见到他 先给他跪下 可以 你等会儿吧 我给他跪下 这辈子我就给我爸 我妈 你 跪下 我给他跪下 我话还没说完呢 啊 你先给他跪下 你就说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指认你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 我说这个 然后 我 偷偷地找机会 溜出去 再找人进来 把他给抓起来 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 啊 你是我媳妇吗 啊 太狡猾了你 讨厌 没问题 支持 记住了 哦 演一遍 啊 现在我就那鱼鱼饭 锅子 啊 我现在是那鱼鱼饭 哎呦 郭大哥 啊大哥头发真多呀 如果可以的话 云给我点 你能不能好好说 大哥 我错了 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请你原谅我 这样行吗 特别好 哎 那什么 然后我上去把男人住 是不是这样 你烦死了 明白了 哎 智取 我知道了 记住了 啊 来了 我去看你 你好 大哥 大哥 我错了 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我大哥 我送快递的 家里太脏了 嫂子牵手一下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 全靠吹呀 大哥没事吧 哦 没事 我教育他呢 谢谢啊 嫂子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再见 起来 你看清楚了吗 你就跪 你丢不丢人呐 刚才有点紧张 有什么可紧张呢 你 这回真来了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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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到时候不该指认你 我看看你们家 还有份快递 今天的快递 都不许再收拦 满地的头发 谁说是我的 怎么可能 打扰啊 大哥 再见 起来吧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演不了 我真演不了 这样 他要真来了 你躲到里屋去 我来 那不行 他是来找你的 又不是来找我的 再说了 我一个女人 他能把我怎么样 不是 正因为你是个女的 而且长得那么好看 万一他进来以后 后果不甘撤降了 摔杯为号 我一摔着茶杯 你就出来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就这么定了 有人吗 你别忘了摔茶杯 你快进去 上一摔茶杯 你快进去 我去开门 跑得真快 请问这是锅子架吗 是 终于找到你了 请问你是 我是 他邻居 你好邻居 我是 是他邻居 你以前是他媳妇 现在是他邻居 怎么回事啊 他走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不回来了 他没了 没了 对 没了 没了 我怎么经意敢弄啊 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 大哥 三年了 我天天默念着 一定找到你 一定找到你 今天我找到你了 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 三年前 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 我不知道还会发现什么大作呀 大哥 谢谢你 嫂子 我要谢谢你 你等会儿 你先别谢我 你刚才说的话 是真的 我这几年在里面把 我好好的改造 提前两年放出来 我出来第一件事 就想找到我大哥 当面穿成谢谢 好不容易找到了 挂墙上了 那个 兄弟 嫂子 我哥的目的在哪儿 你带我到坟头上 好好去哭一讲 行不行嫂子 兄弟 嫂子我求求你了 你先别着急 你告诉我哥的目的在哪儿 我自己提醒我嫂子 你喝口水 我不喝口水 你告诉我目的在哪儿 嫂子你 我这么大威力吗 你 错了 错了 啊 送快递的 不是 她是 她不是她那个 你你你等会儿 到底怎么回事 你刚不进屋了吗 她一进来 她就问我是谁 我哪能告诉她我是谁啊 对啊 然后我都 大哥 你没死啊 说谁 说你 我死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们坏人死 我们好人永远不死 气死你 气死你 啊 大哥 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你你先听她说 你快说呀 我说啊 说啊 大哥 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 有一个犯人 他被判了死刑 临刑前 他对众人说 我第一次抢劫 抢了四十块钱 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采刀 就是这把纸糊的采刀 把所有人都吓跑了 从此我是越强胆越大 越讲解越多呀 当初哪怕有一个人 站出来制止我 我也不至于今天 用真刀杀人哪 大哥 你就是多谢我采刀的人 来 提前放出来了 哦 大哥 别给我演戏 以为我看不出来 招人 招开着左 没没有大哥 哎呀 人家演什么戏呀 你这 真的 真的 你怎么不早说 哎呀 来来来来 兄弟 大哥 不是越狱啊 不是 提前释放 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哎呀 好啊 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好啊 让你这是 提前回家过年 不是 大哥 我从小就没有家 明白了 兄弟 这儿就是你的家 媳妇下饺子 让我兄弟在咱家 好好过个年 谢谢大哥 没有下过年 大哥 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 媳妇回来回来 怎么了 你啊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不好意思 我们俩琢磨怎么质取你了 哎呦 来 给她来个造型 讨厌啊 来一个 看 吓不死你 扫开 我去开门 这就贵了 你早干嘛去了 哎 余所长 快进来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派出所余所长 我们见过了 都见面了吧 见了 没闹误会 误会闹大了 都解决了 哎 你这头怎么了 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别提了 啊 刚才抓小偷 眼看就追上了 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他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真的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 没发现他有同伙啊 太狡猾了 你们这没事就行 哎 一定要抓到他 他跑不了 我没有监控 我回去好好查查 我一定找到你 走了 哎 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是啊 比你胆还大 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 这不找死吗 这不是啊你说 哎呦 你 搜趴 什么我搜趴 是 我搜趴 当时啊 余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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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所长呗 老李 你再陪我跳会呗 兄弟 我都陪你跳六个小时了 我这鞋底都摸没了 你 你让我回去吧啊 你也快走吧 回家 我不回家 我儿子成天忙工作 也不搭理我 我回去干嘛呀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 你一装病 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你出了什么主意啊 我都这岁数了 你让我装多动振 那我装得也不像啊 他咋能不像呢 我是根据你的特点 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我什么特点啊 你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 大伙关你跳啥 广场杨丽萍 你都杨丽萍了 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 不就行了吗 对啊 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兄弟 加油 放心 我杨丽萍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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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儿子 爸 没叫你 arl子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 赶紧给我发过来 不是 是稿子 specific 芯菜馅儿的行吗 你干活能不能钦菜点 不认识勤快点 爸 我打电话 不是 儿子 儿子 我犯病了 儿子 怎么办啊 儿子 你快去理理我呀 儿子 爸 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都病两天了 不得有点进步吗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那我就得了 你看 怎么办 行 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 我给你请大夫了 你请大夫干吗呀 让大夫给你看看 大夫要说你没病 你就别吓唬自己了 那 他要说我有病呢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 行不行 行 你放心吧 我肯定有病 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 他什么时候来 你 爸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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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总家吧 您好 您是爱医生吗 别那么客气 什么医生不医生的 叫我专家就行 早就听说了 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 您在全市可是首期一旨啊 听他们跟那瞎吹 什么全市 全世界 差一个字 差不少的 这大豪彩 行了 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是这样 我们家这情况啊 都 什么玩意跑去了 那是我爸 爸 你干什么去 爸 孩子在礼物呢 是吧 瞧给老爷子气的 行了 我进去瞅瞅孩子 宝贝 叔叔抓你来了啊 爸 代步都来了 你跑什么呀 我哪跑了呀 我们多动这就这速度 你家孩子可真够逃的啊 找一圈没找着 藏哪儿了 嘘 叔叔看着你了啊 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什么意思啊 没事 我爸跟您闹着玩呢 坐坐坐坐 老爷子真有意思 逗我干嘛呀 行了 把孩子叫出来吧 快点 我们家没孩子 是这样 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我 行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别 别 别走啊 来都来了 你看一看啊 不是 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场呢 哪有老头的多动症呢 多动症学名叫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是儿童常见的一种 行为异常疾病 从理论上讲 老年人就不可能得 是 我也这么跟他说 但是他说他晚熟 你爸手得也太晚了 是 你给我爸看看吧 行 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 他没病吗 你跟他 对 是 大爷啊 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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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欲 不不不不不 王总 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了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除了副科 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 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王总 不是说跟那动两下 那就是多动症 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 比如说啊 小动作过多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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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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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您别客气 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 我比您还紧张呢 哼 哼 我先排就这样 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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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 是啊 这也太奇怪了 咱们做个小测试啊 大爷 您看啊 多多这儿有个典型症状 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 咱们 哎 大爷啊 您看啊 这儿有一个月亮啊 您盯住它 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我在阳王 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行了 大爷捂上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看见的 看不见的 看见的 看不见的 这怎么还挑上了呢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这现在我也怕他们不好了 大爷咱再来 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来 您坐好 我问什么 这上面都是一些 儿童常见的疾病 我问什么 您就如实回答就行 叫什么呀 广场杨丽萍 是这样 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 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那是我喜欢跳吗 你也不在家 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哦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啊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 有些小孩得多冬天 就爱吃手指甲 那我吃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呢 你又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啊 那大夫 我天天吃 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顶 顶啥顶啊 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 你上哪顶去 你又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 前天你奶给我托梦 我俩还顶嘴呢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1943年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现在他也尿 你怎么知道 我不在家 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对 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你得不得病 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 憋出多动症来了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 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 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本 攀岩 蹦极 滑翔散 你倒去啊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 插花剪纸十字秀 医生你听听 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您可以尝试一下 再说了 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你需要什么 你跟我说呗 你是我儿子 我需要什么我不说 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我一天那么忙 我哪有时间猜你啊吧 那你就忙去吧 我不用你猜了 你快走吧 行了别吵了 我确诊了 这怎么样大夫 大爷 有病 耶 我有病 不是 我爸真得多冬症了 我有病 但大爷得了这个 不是多冬症 是新病 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 那他证明 这个病是装的 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嘿 我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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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爸 别装了 这露馅了 不是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装什么病呢 那你成天不在家 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 我没机会说呀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 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 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那能一样吗 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儿子 是 你现在越来越忙了 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 你看 爸都给你记着呢 你去年一年啊 一共在家待了十天 有时候我就算 你说 我要是还能再活二十年 那咱爷俩在一块的日子 也就剩下两百天了 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 天天陪着我该多好 那会儿日子多得是 现在呀 爸能陪你的日子 是越来越少了 行了 儿子 没事 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 快忙去吧 我是蹦得半天也累了 坐这歇会儿 王总 说句我不该说的话 钱哪 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 多多陪陪家里人 老人就知足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 孝顺不能等 爸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 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 就不给您钱了 啊 不是 那也没有这个必要 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 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行 爸 再说了 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行 爸 好 诊家 不好意思 那您辛苦一趟 来 这是初一杯 这不行了 我真的不能要 拿着 拿着别客气 没事儿啊 拿着 没事儿 拿着 没事儿吧 你松手掉不了 大爷 这个钱哪 我不能要 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诊家 晚上别走了 一起吃饭嘛 对 我就不吃了 我也有点难受 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那行 老爷子 我走吧 行 走 走吧 行 那我让司机送送您 好好好 辛苦 辛苦了 辛苦了 人家 为什么呢 就这么直飞咯 反正人呐 阿贝 你还不是天使 是无形 攻击动力 战斗机动力 你必须一走 一起儿过去的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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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我们单位的老局长 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 上面呢 又拍下来一支 不是 一位 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 在这结构眼上 我们科长传唤我 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 估计这次是饭碗不饱了 完了 马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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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小好啊 进来来 不好意思啊 大叫您睡觉了 没事 我这一会儿一觉 不耽误 坐 最近 家里都挺好的啊 演不前还凑合 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我听说你在单位 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我检讨 我太贪玩了 打乒乓球害人害己 我以后再打乒乓球 我就自费双手 我拒绝黄 拒绝赌 拒绝乒乓球 我这么跟你说啊 新调来这位杜局长 巧了 他也喜欢打乒乓球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科长呀 你这就为难我了 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 局长我哪敢管哪 好贱哪 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这么下去 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真的吗 那我就放心了 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好贱 现在是你的爱好 撞上了领导的爱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炸尸的好机会 你 你不兴奋吗 兴奋点在哪呢 来来来 你坐这儿 你看啊 咱们可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 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赔舒服了 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红人了? 魏小宝陪康熙摔跤 那最后魏小宝成什么了 太监了 行了 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 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 分清主刺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 就陪领导打球啊 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说谁呢 不 我不 我不会那样 说谁嘛 屁精呢 能干你就干啊 不能干你就走吧 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 我还真就告诉你了 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 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 这不至于吧 不至于 好姐 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 我就让你看看 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领导喜好图 我告诉你 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 星座血型 生辰八字 这个 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刮鱼 这个 喜欢打麻将 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 这个 喜欢闻丸 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 这个 喜欢我 所以好健康 你等会儿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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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 我最想听的就这股论 总而言之啊 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知道了 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 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说谁呢 你这个怎么一样 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 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 我也纳闷了哈 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 这领导就单单对你 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 难道 哦 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不单单是这样 我告诉你 开会是讲究技巧的 领导一发言 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 我马上给一个 嗯 领导就想了 怎么的 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 等他全说完了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马上就跟一个 哦 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 而且大彻大悟 最后我还和领导占到了一对 哦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哪 所以说好见 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 你还要做到 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 让他一想到球 就想到你 一想到你 他手就痒痒 哎 明白 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 那我这一欠揍了 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何止是转正的 看见了吧 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 好科长 不不不不不 好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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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好科长来 坐下坐下好科长 不不不不不 坐下感受一下 坐坐坐 感受一下 坐坐坐 哎呀 哎呀咱们也尝尝 做领导的子费 哎呀 这椅子是舒服呀 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 哎呀 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 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 好科长 我是好科长 你是哪位 杜局长 哎呀 那对不起了 您拨打的电话呢 他关机了 你回去 哎 哎杜局长 哎呀 对我在我在 啊 刚才是串线了吧 啊 您现在要过来 好的好的 哎呦太好了 正好我这有个好消息 等着您 局长马上到 太好了 哎呀 他来了我们俩去哪玩啊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个老局长进去了 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 哈哈哈哈 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 我给你们当裁判 哈哈哈哈 好见哪 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 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好 贵人哪 哎 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我竟走弯路了 谢谢了 马科长 哎 不 马处长 哎呦 哎呦 不敢当 不敢当 好客长 哈哈哈哈 早晚的事啊 马处长 使不得 使不得 好客长 使得得使得多 马处长 双赢 双赢双赢双赢 保持情绪 好 准备迎接 站 赛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 我就处分谁 杜局长 哎呦 杜局长啊 这怎么了这是啊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 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 现在有个别同志 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哎呦 杜局长 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 但是如果呢 拿来投其所好 那就是歪风邪气 真是 微博 还带配重呢 风大 我妈怕挂丢了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 来 局长 坐下说 马科长啊 哎 你可是老同志了 嗯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我说他们了 我说你们就再练 也不可能打到杜局长的水平 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 年年都是冠军的 哎哎哎哎 别恭维我啊 有一年是亚军 其实这个乒乓球啊 我打的就不怎么样 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全是水分 不能全是水分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得过一年亚军 是啊 那年我是副局长 这个真是可惜了啊 好了好了 扯远了扯远了啊 哎 你刚才在电话里面我说啊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什么好消息啊 啊 好 那 啊 那什么 局长问你呢 什么好消息啊 问我的吗 我姓好 我叫好消息 你叫好消息 看妈妈给他记得 你说什么玩意儿 你知道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 猜不出来吧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你猜想出来了 你再告诉我 你给我回来 你这太没礼貌了 局长问你话呢 别心话太难了 我脑人都要炸了 你好歹 你别 你得是想一个 你再说说了 你得走啊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 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嗯 噼里啪啦的 对 嘴巴烂叫的 影响马科长睡觉 对 写材料 啊 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 啊 这个小同事反应问题很及时 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 多余不 马科长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好贱的 啊 啊 据我了解啊 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 是个好苗子 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我 打死他 我这 真替他高兴 好消息啊 你应该多向好见同志学习 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 没有捷径可走 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 另外啊 没啥事的时候 别老给自己起些个异名 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 你说你都不敢接受 多可悲啊 局长 我是好见 对不起 我错了 够了 这是你的错吗 杜局长 是我的错 你要说就说我吧 是我思想一直松懈属于管理 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异名 妈呀 这是个乒乓球台啊 我都不知道啊 够了 马晶晶马屁晶害群之马 你的问题有关不闻早就掌握了 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 游戏拍马走捷径 等候处理吧 杜局长 杜局长我错了 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出大事了 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 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 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好 为什么呢 每次都值白了半个人的 阿贝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需 攻击一等战斗一等战斗 你闭一等一战斗 好 几国欢庆过大年 家家户户庆团圆 今年过节不收礼 鼓掌的二零一五挣大钱 哎呀 财迷真多呀 哎呀这天好冷啊 我的家在东北 晃哎呀晃 松花江上 大雨 大渡高远 大渡高远 在那青山雨水 姐 快冻死了 大妹子 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呦 这还蹲着一位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我说啊 你们这出租车都哪去了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坏了坏了坏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 我十二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 这可怎么办 着急吗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 反正我闲得也没啥事 好啊你车呢 这呢 啊这是车呀 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 你黑车吧 我不是黑车 黑车要钱 我不要钱 你还想要点别的 不你这人吧 你 别解释了 别说是黑车 挖掘机我也得坐呀 哎 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今天我就路过八次西湖的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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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看摄像头 不 警察同志 他就长这样 别做鬼脸 我没做鬼脸 长得太惊悚了 警察同志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您就找他 不行 我还得照照片 我留个证据 人呢 还是我蹲下吧 拿行李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 可别往网上发 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想多了小朋友 我想多了 你想多了吧 我长得像坏人吗 来捆上 干什么这是 系上安全带 困成这样我还能安全吗 你就僵着点吧 大妹子 我这车是九首的 别说安全带 就是四个骨头都是后配的 哦 这车是用饭盒改的 我说 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我 我不用 怕勒脸吧 你呢 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大妹子 你这人说话嘴够损 做完了 车灯没亮 打开会儿 嗯 啊 亮了 升空灯啊 不管咋说 亮了就行呗 哎呀我去 做好了啊 我开始飙车了啊 正月里来诗心 哪儿啊 大脸厨一头一天啊 停 咋的呢 我这咔咔咔了一胸 你是光光壮脸哪 请问您有本儿吗 还有本儿吗 没本儿谁敢开车啊 你看 第一天拿假照 哎哎还有二十分钟就第二天了 好 赶紧赶紧赶紧 哎好 你你醒不行啊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什么 推一把 你这 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你想的没 我下去 行李还在上面呢 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 我要再拉你 我就是狗 是狗也是吉娃娃 哎 有没有招聚回家过年呢 没出租了啊 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 有没有 交警队走吗 走 上车就走 你好 你好 你涉嫌非法营运 我们将依法暂控你的车辆 不是 那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你误会了 我可不是黑车 你别说话 这位女士 你好 你好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我 你猜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他是我老伴 你老伴 什么老伴 老伴 不是老伴 哎呀 他要是你老伴 他叫啥名 姚明 就就就就他 他不他吧 他 坐 哎 但是 哎 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风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真的真的 你看 我们还有照片呢 你看 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 你看 就是啊 还真是哈 哎 大姐 嗯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 你跟他 你图啥呀 你猜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太乌齿 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 那是因为 因为 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 至死不渝 犯不顾身的 同情 好人呐 姐 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呢 哎 那不对呀 那刚才 他说什么 拉谁我也不拉你 上车就走了 这怎么个剧情呢 呃 我们俩吵架了 他一生气 他就不拉我了呗 因为啥吵架呀 呃 他嫌我长得难看 他也不像他 大爷 你疯了吧 你上哪找这么好看 你大姐去 哎呀我去 这就什么辈儿啊 望眠恋 不容易 老夫少妻 多happy 啊 哎 大爷 珍惜吧 大姐 对付吧 再见 再见 哎呀 这个画面 让我陶醉 再不躲开 我让你报废 那个 那个什么 大妹子 就是刚才这事吧 说实话 谢谢你啊 我要不是 着急见我女儿 我才不帮你 撒了个谎呢 恶心 他妈夸恶心 好恶心 着了 车灯又灭了 等一会儿 我下去 不用了 啊 行啊大妹子 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了 赶紧开车 哎好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够快的了 我已经标到二十卖了 我遛狗都三十卖 你放心大妹子 我保证让你十二点之前 见到你女儿 怎么又躺下了 我不再把油门踩到底吗 我 我头一次看见 开车还在坐卧铺呢 鸡娃娃 我不姓鸡 娃娃 开点暖风 对不起 暖风坏了 如果你冷的话 我可以把面好图回来给你 不用不用 我不穿童装 大妹子 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 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 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就一个呀 停车 这不是我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 怎么又转回来了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我给 我女儿 我女儿 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 这我才大老远地赶过来 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 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 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 出来加班坑人呐 我坑你什么了 我要坑能领随便转车什么 我直接跟你叫高价不就完了吗 嘿 你 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不是 我 我告诉你 有一辆车我绝不坐 嘿 出租车 出租车 等会儿 出租车 等会儿 停车 停 大姐 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节好了吗 这大货年子 你们两丑的这是干嘛呀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 他是黑车司机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对 说的对呀 大姐 坐慈善 不能半途而废呀 我的 你 没事了 快走吧 哎 哎 哎 不行 走 走 哎 不是 不是 大姐 有什么事啊 咱们回家再说啊 警察控制 不用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祝你们二位 新春快乐 第一天上班 就挽救了一场爱情 太开心了 大妹子 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那有啥呀 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你儿子抓起来了 我儿子在非洲 前逃了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 年年说回来 年年也没回 整整五年了 哦 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那叫空巢老人 我懂了 你出来开黑车 是为了攒钱买机票 去看儿子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不是黑车 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 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 我练过车 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 都回家过年去了 我为什么不回家 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 我行思啊 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了 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 我开车去机场接他 去机场 去机场 你来火车站干嘛 这不迷路了吗 能怪我吗 啊 你这智商也是九首的吧 大妹子 你有没有手机导航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保证十二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 如果送不到 我就是鸡娃娃 过年了 急师傅 反正我也来不及了 我陪你过个年吧 什么 你陪我过个年 哎呀我的妈 这心里多少有点小嗨地呢 大妹子 还有酒 哎呀 太好了 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呢 新年快乐 大妹子 新年快乐 大鸽子 好吧 我又改鸟了 为了在外打拼 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为了眼巴巴 怕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干 哎 好酒量 好酒量 好酒 爽 太好了 这好 你没喝呀 我不会喝酒呀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我就是客气客气 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你电话 谁电话 你电话 我儿子来的电话 儿子 春节快乐 什么意外惊喜呀 什么 你回来了 好 等着老爸这就回家 我彻底回不去了 你干嘛非逼我喝酒 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 不是 就你那车技 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那也不行啊 没关系 我来开 咱们接上两个孩子 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太好了 大妹子 你女儿是单身吗 是 那你呢 也是 太害皮了 太惊悚了 等会儿 大妹子快跑 你小酒驰还又来了 快快快快快 等会儿我 快快快 我是来送饺子的 大爷 大姐 祝你们晚年幸福 好 等会儿 我 我 不要 是 我 我 兄弟 嫂子我求求你了 你先别着急 你告诉我哥的目的在哪 你先听我说 我自己拒绝我嫂子 你喝喝水 我不喝水 你告诉我目的在哪 嫂子你 就这速度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 找一圈没找着 藏哪儿了 叔叔看见你了 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我能清晰地说出 每一位领导的喜好 星座血型 生辰八字 这个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 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这个喜欢打麻将 我就把把拆庭给他点炮 这个喜欢文丸 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 这个喜欢我 就是你老伴 他叫啥名 姚名 就就就就他 他不他吧 他 帅 不得